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佛光 普照新加坡 普度众生破迷惑 佛法智慧暖心窝 人间菩萨说婆婆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各位嘉宾 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好 美丽的新加坡 是世界上著名的花园城市 这里的人民善良朴实 佛园深厚 与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 台长非常高兴的 能够再次来到新加坡 与大家广结善缘 共募佛光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与佛法的精髓 用佛法的慈悲宽容 来化解人间的烦恼 使家庭和睦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现代社会 崇畅的是物质的享受 当红的 却完全忽略了人 应该拥有的精神上的充实 人与人的关系 越来越难相处 家庭的矛盾 长辈与孩子的烦恼 工作场所的压力 造成了人的忧郁和恐惧 全世界的忧郁症 造成了每年 有一百万人自杀 目前全球有三亿五千多万人 患有忧郁症 预计到了2030年 忧郁症将成为全球的第一大疾病 新加坡心理卫生学院 在2018年12月份宣布了 说新加坡平均每七个人当中 就有一位重度的忧郁症患者 在英国 每五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患有忧郁症 美国四万五千万人当中 每年有四万五千人自杀 其中三分之一的都是忧郁症的患者 在澳大利亚 每年约有一百万人患有忧郁症 超过两百万人有焦虑症 我们一无所得的人生 换来的是一生的病痛 最后带着一生的无奈 离开了人间 在1月6号 澳洲的当红演员 模特安娜丽斯 她事业有成 她还是一位著名的防止自杀组织的慈善大使 一直在为澳洲防止自杀大力的奔走呼吁 但是她自己却不堪忧郁症的折磨 在家中选择了自杀 1月26号 塞尔维亚一对极度悲伤的夫妇 在儿子自杀的一年后 他们选择了同一天 从同一个地点跳楼身亡 儿子自杀一年来 他们一直穿着黑色的衣服 无法从痛苦当中自拔 最终布儿子的后尘 结束了生命 我们人不能活在我们永远的过去的回忆当中 我们心中过去对别人的恨 贪欲和不满足 只能让自己进入了难以自拔的深渊 有多少人每天在痛苦当中回忆 而解脱不出来 所以只有好好的学习佛法 知足常乐 放下过去 人生才能充满着希望啊 现在天灾人祸不断 三月十号 埃塞俄比亚航空一架航班 起飞六分钟之后就失联并坠毁 机上一百五十七人全部遇难 今年二月印度有一万两千多人患上了H-1和N-1的流感 死亡人数有三百七十七人 新西兰的清真寺大屠杀五十多人被打死 斯里兰卡教堂的爆炸案 三百四十九人死亡 充满仇恨的社会 导致了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内心更多的恐慌和苦难 所以只有学博修心 才能改变自己的思维 我们一定要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和般若智慧 化解人间的苦难 争斗 要看破无常的人生 我们要想通想明白 一切都是缘分 你才能够破迷开悟 才能真正懂得活在人间的意义啊 我们学博的人要懂得知足 要珍惜 因为太多的烦恼 就是从你不珍惜开始的 珍惜就是因为失去了 你才认识到这个价值的理念 一个人没有失败 没有教训 没有受过伤害 没有悔恨过和自己痛苦的人 他是不能理解 珍惜二字的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 不会珍惜和平 没有经历过病痛的人 不会珍惜自己的健康 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 不会珍惜粮食 没有经历过失去的亲人 你不会珍惜你身边的亲人 和你所拥有的东西 只有失去才会懂得珍惜 希望我们所有的学博人 都能珍惜我们现在身边 拥有的孩子 家人 你的朋友和你自己的身体 不要等到失去后 你才会后悔莫及呀 在1983年有一位叫费碟的 美国石油大亨 他因为心脏衰竭 住进了汤森医院 那个时候两一战争爆发 使他在美洲的十家公司 陷入了石油的危机 为了摆脱困境 他不停地来往与欧亚美之间 最后他旧病复发 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他在汤森医院 包了整个的一层楼 增设了五部电话和两部传针机 当时的泰晤时报是这么报道的 汤森 美国的石油中心 肺碟的心脏手术很成功 他在这儿住了一个月就出院了 但是他没有回到美国 而是在其十年前就购买的一桩 苏格兰的乡下别墅悠闲的生活 1998年 汤森医院百年的庆典 邀请他参加 记者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卖掉自己的公司 他说了 富裕和肥胖没有什么两样 只不过是获得超过了自己需要的东西罢了 费碟是幸运的 他即使懂得了放弃 就收获了人生的幸福啊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还有不贪名利的桃园门 桃园门 不求文达与诸侯的诸葛亮 不增名利的雷元树 姿母居里夫人 他们都是淡破名利的典范 精心修生的楷模呀 要学会放下 就要放下金钱和你的物欲 远离喧嚣和诱惑 学会放下 就要放下曾经得到的利益和名声 有时候要求得 无挂爱一生亲 学会放下 要远离是非的恩怨 相逢一笑 命恩仇啊 你就是再恨的人 也是跟他见一次少一次 你就是再恨的事情 也是过一天少一天 放下 那是一种智慧 那是一种大度和豁达 更是一种理解人生真谛的超然和境界 有一位富翁 因为一次错误的投资 倾家荡产 身无分文 在这人生的黑暗期 富翁万念俱灰 感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 富翁走进了一间寺庙 请求主持为他削发为生啊 住持跟这个富翁说 你先坐下 住下来再说吧 晚上住持来到富翁的住所 问他 你房间里有什么呢 有桌子 椅子 床 当然 还有 长老 你和我 这个住持 把他的房间灯关掉 屋里一片漆黑 主持问 现在屋子里除了黑暗 我们眼睛前面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也没有 但是刚才屋子里的一切消失了没有 没有 屋子里的床啊 家具啊都在啊 只是我们被眼前的黑暗遮盖罢了 这个富翁说 主持重新点亮了灯 说是啊 孩子 你看 屋里的一切 还是屋里 并没有因为刚才 我们眼前的黑暗 而消失啊 主持的话 让富翁开悟了 记住了 我们活在人间 谁都有痛苦和烦恼 谁都有想不通 那是暂时的黑暗 他没有让我们失去什么 因为黑暗是暂时的 因为是你没有赶走你内心的黑暗 你的智慧 深藏在你的心灵当中 你可以用你的智慧 再次点亮你的心灵啊 要懂得今天再大的事情到了明天就叫小事 今年再大的事情到了明年就叫故事 今生再大的事情到了来世 那就叫传说呀 学佛人要懂得知足啊 知足的人虽然睡在地板上 当油炉睡在天堂一样 不知足的人 不知足的人就是让他太富有 在人间的天堂 他活着内心也像在地狱一般 学佛人心要简单一点 你的世界就会变得很简单 你把别人看得很复杂 你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简单能够使人增长幸福 心里想得通的人就拥有了智慧 你的心灵才会感受到快乐 所以要学会得意的时候要看淡 失意的时候要看开呀 学会与人方便就是待己仁厚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放过别人 整天争吵 弄到自己后来很尴尬 有一个小王 他跟老婆正在家里争吵 没想到吵到一半 老丈人碰巧敲门来到了他家 三个人面面相关 场面十分尴尬 因为小夫妻在吵架 老丈人来了 不知道说什么了 小王不知道说什么 还好啦 救命的电话来了 小王的老婆突然之间 电话响起来了 小王老婆直接就按了免提 竟然是他岳母打来的 岳母在电话里说 小秦啊 你爸有没有去你家呀 我刚跟他吵了一架 这个老家伙没吵赢 离家出走了 人心都是相互的 让别人一步 别人才会尽你一尺啊 人心像海绵一样 你越计较 越狭窄啊 你越放宽 你吸的水就越多 佛法让我们懂得了 人生因为在乎 所以才会痛苦 人生因为我们总是怀疑别人 所以自己才受到了伤害 学会看清自己 你才能够快乐 所以要看淡这个世界 我们就会幸福 人间犹如天地过路客 只有敞开胸怀 一切随缘 知音懂果 没有一个人会陪伴你 从人生的火车起点 一直送到你的结尾的 上上下下的人潮和人流 和你有缘的众生 都是陪你度过当中 某一段特殊时期 珍惜感恩 才会获得美好的人生啊 有一户人家 他的两个儿子兄弟长大了 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经常呢 为了这个家庭的一些小事情 他们家里比较富裕 一些小事情经常争吵 父亲呢 心里非常的难受 总是为小利益产生口角 父亲在想 一旦哪一天 我走了 等到分家产的时候 还真不知道 会产生什么样的大的争执呢 有一天 父亲病了 他对兄弟俩说 其实啊 孩子们 我这病 你们也不要太担心 我想自己应该能够应付的 但如果你们两个兄弟 将来反目成仇 那就是我们家庭的心病啊 谁都很难应付 父亲下床 指着院子里的几个基础 看看他们 蹲在那里 相安无事 这不很好吗 然后他父亲到屋子里 端了一盆骨子 骨子慢慢地走到了屋后 将大部分骨子 撒在了地上 留了十几 几十粒的骨子 回到院子里 扔下那些鸡 那些鸡看见了骨子 腾的窜起身 一起上去争夺 翅膀挥舞嘎嘎乱叫 原本清静的世界 因为几颗骨子 而硝烟弥漫 兄弟俩笑了 都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父亲说 你们都看见了孩子 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增长 更多的骨子都在屋后 其实人生中 我们有很多的烦恼 又何尝 不是因为争抢了 就犹如给鸡吃的骨子一样 去争人间的一点点 名和利和得失 为了利益 我们不顾一切的 去贪 去争 去抢 和鸡的争骨子 又有什么两样呢 尊重别人 别人才会尊重你 爱别人 别人才会爱你 珍惜是我们学博人的智慧 珍惜你的身体 拥有的身体 珍惜你的生命 你才会拥有生命 很多人要钱 不要命 拼命赚钱 身体垮了 为了发财 更有很多人 不惜去贩毒 而失去了 你唯一的生命 要学会 要学会珍惜朋友 你才能拥有朋友 珍惜佛法 你才能拥有佛法 要记住了 珍惜就是拥有 不珍惜的人 很快的给他的报应 就叫失去啊 犹太人的母亲 犹太母亲 给出家前的 出嫁前的女儿 给她写了一封信 她说 亲爱的女儿 当你出嫁之后 你把你丈夫当成皇帝一样的赐奉 你会成为皇后 你把你的丈夫当成赚钱的下人 她会把你当成丫鬟 你把她看成粗鲁的男人 她就会用暴力来打你 丈夫的亲朋来访问的时候 你要用最愉快的表情 和最大的诚意来接待他们 你的丈夫就会把你会当成 最为珍贵的宝石 记住了 尊重别人 要放在首位 我们每个人的头上 就会拥有很多的荣耀和桂冠 中华传统文化上讲 播种你的行为 收获的那是因果呀 播种你的理念 获得的是你的性格呀 播种你的性格 你这个人就是收获的 就是这个命运呀 现在的人很自私啊 只想到自己 不想到别人 所以很多的人 就用智慧来战胜别人的自私 我说一个小笑话 你们一定要听最后 你们才笑得出来 如果你们笑不出来 说你们 你们还不够幽默 十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一共十一个人 同时抓着飞机上的一根救生锁 他们心里都很清楚 救生锁只能承担十个人的重量 那么这十个人谁该下去呢 大家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很自私 谁都不想下去 不做生 最后这位女士开口了 好了 就让我下去吧 我们女士一直以来 都是为你们男士牺牲的 为你们洗衣服做饭 为你们领孩子 你们就让我再为你们牺牲一次吧 一席话 说的十个男士感动的 一起鼓起掌来了 听懂了吗 十个人全下去了 就这个女的还抓住那根绳子呢 因为两个手鼓掌 肯定手就放掉绳子了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 一个自私心重的人注定了他烦恼的命运 我们在学博和生活当中 要不断地培养自己性格当中的善良 特别是年轻人正在处于性格的形成期 你怎么教育他 他看到的知道的他就会去做 所以要培养他们的形式的做法和行为 养成慈悲的性格 形成善良乐观的性格 做一个社会欢迎的慈悲人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好坏不分 性格倔强 很多父母为孩子好 欧薪沥血 想让孩子多悬点本事 孩子不理解还要埋怨 有一个小林的家 住在贵州的六盘水 父亲为了这个家庭 什么事情都做过 磨豆腐 裁缝 卖衣服 卖菜 卖乳肉 几乎所有小贩做过的事情 他一直都在做的 但是生意一直不景气 最终开了一个小饭馆 生意还不错 小林看不起他的父亲 认为他的父亲对自己不够好 对家庭也不负责 所以小林就独自一个人到外地去上学 父亲开的小饭馆 替他付学费和生活费 去年寒假 回到家里 妈妈叫小林过去帮忙 小林的饭馆里 几乎他在饭馆里帮忙也算得上 是迅迅如风了 还是忙不过来 生意很好 忙完之后 爸爸拖着疲惫的身体 跟小林说 孩子啊 跟爸爸一起去拉一个蜂窝煤吧 一路上拉着那辆破烂的小车 小林突然感觉到有一丝丝歉意 想上去帮忙 爸爸却说 孩子啊 没事 我拉得动 别把你的手弄脏了 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 小林就跟在他后面 泪水突然之间在眼眶里打转 忍不住发出异样的声音 但是他又怕被爸爸发现 他心想 爸爸这么辛苦养育我 自己却瞧不起自己的父亲 用异样的目光看他 小林很后悔 自己怎么现在才明白 这个世界上我们最不该看不起的人 就是自己的父母亲啊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讲 一个人最浪费生命 有三件事情 一就是评论 别人不靠你活着 何况你对别人也不了解 你为什么要论人家的长短 你还不如取人之长 补给之短 多多的帮助别人 二不要动不动去责怪人家 因为责怪别人 人人都会 但是责怪无法改变你的现状 好好的鼓励别人 因为过多的责怪 你不会给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反而让自己在社会上 承受了被人看不起的地位 第三 担忧 记住了 一个人过分的担忧 就是因为你准备不足 或者没有力量去改变现状的时候 你才会担忧 所以准备不足 你就要好好的去行动 去做 如果你无力改变现状 就需要放下 如果人生没有痛苦 你就不会去拜佛 寻求解脱 人生如果没有苦难 你不会去精进 想脱离苦海的 4月13号 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有一名知名的脱口秀喜剧演员 叫科尼托 他在表演的舞台上 他跟大家讲 如果我突然之间在舞台上走了 你们会觉得好笑吗 被他说中了 他不幸的猝死 而台下的观众以为是喜剧效果 一直在笑着 直到主持人等到五分钟 看着这个演员还没有起来 才发现了这场不幸的事件 科尼托不幸当场死亡 当你不知道明天有多少危险的时候 和你会面临多少痛苦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觉得 你今天是多么的安全和多么的幸福啊 当你不珍惜夫妻感情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觉得 终有一天你们会离婚 当你每天抽烟喝酒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终有一天 你会得肝癌或者肺癌 当你每天在做恶事 杀生恶口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终有一天会现世报 当你在受苦受难 但坚持天天做好事 念经许愿傍生 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不会想到终有一天 你会离苦得乐 超脱六道 同样 在全世界有十亿亿的人在抽烟 每天因为吸烟死亡的有四百万人 等于每天有一万一千人因为抽烟而死亡 这就是累积啊 每天如果你做一点点坏事 三百六十五天你就是一个坏人 如果你每一天做一点好事 一年下来你就是一个圣人啊 我们每天动一个善念 你就是个善人 所以几十年的善养成了你的慈悲心 几十年甚至一世你在修行 你就是一个人间菩萨 台长在澳大利亚 每逢二十六都是做节目 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 说台长看出他妈妈有沙烟 听众承认他母亲吃过鳄鱼 猴子肉 台长指出他腰不好 他说他已经腰痛得不能走路了 台长还看出他有打过胎 现在有小孩子捏住他的鼻子 所以他的鼻子不好 经常打分体咳嗽 右侧脑中风 犯过邪淫 肠子沾脸 很难排便 请大家听一听当时的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请帮我看看我妈妈1940年属猴子的 看她的身体健康有没有灵性 你妈妈的肠胃非常不好 肠胃 是的 是的 她的肚子每次脏脏的 吃不下 你妈妈这个过去的有点小杀业 你听得懂吗 家里杀鱼杀这个东西太多了 最近师父他吃过鳄鱼的肉 还有猴子的肉 你看看看 他的腰也很不好 腰啊 对 最近就是腰很疼痛 他走路都不能走了 现在他的身上有灵性吗 有啊 他有打开过孩子的 他有打开过两个孩子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而且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现在一个男的在他身上 一个女的是不常来的 小的灵性 拧他的鼻子啊 他的鼻子不好 经常打喷嚏啊 经常咳嗽 对对对 他是很辛苦的 他打喷嚏很辛苦的 知道了不啦 被那个打开的孩子捏住鼻子了 哦 他头呢 他之前中过缝 有中过缝 对啊 左面 左面的脑子 对 对 左面 师父看得很清楚的 跟你说 你妈妈有犯过邪淫啊 对 我妈妈 是我爸爸 第一个太太 把第一个脚掉了 这麻烦了 师父 他的肚子 他的肚子怎么 他现在这个肚子 一个是气 还是一个水 而且肠胃里边 长期的食物积累 造成他的肠子沾连 所以他吃下去的东西 就沾在肠子边上 不容易排便 对对对 他很难排便的 现在知道了吧 现在不怎么吃了 他现在吃不下了 他现在吃不下 就是过去昏的东西 吃了太多了 听不懂啊 哦哦 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关心颇大 感恩 谢谢 拉玛德龙大师 是十二世纪的泰国的著名高僧 当时呢 有少数年轻人啊 僧人啊 不守规矩 偶尔也会跑到乡间呢 去偷农民的羊 有一个羊农呢 在一个月内呢 就被偷走了三只羊 这位羊农呢 知道是僧人偷走的 他不甘心 咽不下这口气 他到处去说僧人的坏话 哎呀 这个和尚啊 怎么不好啊 怎么不好 这个 拉玛德龙大师知道之后呢 就联合了泰国 全国的寺庙 展开了 针对僧人的戒律 大整顿 短短半年时间 僧人们的戒律 大有好转 再没有发生过 偷东西的事情 但是这个羊农呢 不愿就此罢休 到处去抹黑僧人 拉玛德龙大师听到之后 就故意来到了 那个羊农的羊圈里 声称我要买一只羊 羊农当然不反对了 非常热情的 好好好 请你挑吧 拉玛德龙大师居然 挑了一只非常丑的羊 他的羊脚是断的 一只腿是瘸的 尾巴是歪的 全身瘦的 几乎都看不见肉 他吃惊的问道 哎呀 法师你为什么要挑一只 这么难看的羊啊 拉玛德龙说 哦我想把它拴在我的寺庙门口 告诉所有的人 这只羊是从你这里买来的 这个羊农一听就着急了 不行不行 我羊圈里的羊啊 哪一只不是肥肥壮壮的 这这是个病羊啊 你却把它当代表 让人们以为我这里的羊全是这样的 你这个很不公平啊 拉玛德龙大师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的太对了 僧人们的戒律已经大有好转 你却还在抹黑僧人 这也同样太不公平了吧 那羊农一听啊 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当机认了错 拉玛德龙大师把羊就还给了他 记住了 百货公司的香水 百分之九十都是水 只有百分之十不同 那是各家的秘方 人也是这样 百分之九十的性格基本相似 差别就是在其中很关键的百分之十 包括人的修养和人的特色 人的快乐痛苦和你的欲望和根基 一个香精要熬五年十年才能加到香水里去 人也是一样 要经过长期的锻炼 才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品德呀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揪住别人的缺点 一时的错误不放 别人也会这么对待你的 有一个妻子正在厨房炒菜 她丈夫在旁边一直喋喋不休的说 哎慢一点啊 你小心啊 火太大了 赶快把菜翻过来了 哎呀快铲起来了 你油放了太多了 你能不能把豆腐铲平一点呢 她太太脱口而出 我烧菜还是你烧菜 我懂还是你懂啊 太太你当然懂了 丈夫平静的说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在开车的时候 你在边上喋喋不休 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玩人 对别人的宽容 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宽容 一个善念 可能会让你流芳百世 所以念中之善是人的基础啊 所以我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先要把人往好的地方想 那是人生成功的基础 所以人一个善念在天堂 一个恶念在地狱 决定了你一生的成败和苦乐呀 有一名心理学家给学生上一堂压力的管理课 这位心理学家举起一杯水 笑着问 同学们 大家知道这杯水有多重吗 各种回答都有 心理学家接着说 在这个问题当中 重量并不是那么重要 其实取决于你拖着这杯水的时间 如果你拖住它一分钟 这杯水没有问题 如果你拖它一个小时 你的手臂会酸 如果你拖它一天 你的手臂将会麻木 在这几种情况下 这杯水的重量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你拖得越久 你会感觉它变得越重 我们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担忧 就像这杯水一样 如果你能放下烦恼 油炉 放下这杯水 什么事情都会过去 如果你不停的烦恼担忧 时间越长 放在心中越来越沉重 你的心就会受到伤害 如果你的心整天都想着压力和担忧 你将做不成任何的事情 你还会得病啊 所以要把内心的包袱放下 不要将内心的烦恼 从早上带到晚上 又从晚上带到第二天的早上 过去就是过去了 过去不可得 现在也会过去 所以现在也不可得 未来是美好的 但是靠着现在去做 因为未来还没有到 所以未来也不能得 这就是金刚经上面讲的 未来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过去不可得 其实人生没有必要去争什么 台长告诉大家一些小技语 非常的有意思 有粮千代 就是有粮食一千代 也只是一日三餐 有钱万贯 也就是黑白一天 你有洋房实坐 你也是只睡一间 你有名车百辆 也是只坐一辆 你有高官后路 也是每天上班 你有女友成群 你也就是一夜之欢 你有山珍海味 你也是肚囊一堆 荣华不贵 只是过眼云烟 钱多钱少 够吃就好 人丑人美 顺眼就好 年老年少 健康就好 家贫家负 和气就好 和气就好 还有呢 老公外遇 回家就好 慢慢教育 改变就好 老婆唠叨 顾家就好 孩子从小 孩子从小 教育要好 学历也好 买菜也好 品德要好 平安最好 房屋大小 能住就好 名不名牌 能穿就好 两轮四轮 能开就好 老板不好 忍耐就会好 忍耐就会好 一切烦恼 化解最好 还想听吗 还有 痛苦执着 放下最好 人活一生 平安就好 不是有钱 你就会好 心慈行善 命能改好 谁是谁非 天知就好 修福修会 菩萨更好 谁好 谁坏 明白就好 天地万物 谁缘就好 烦恼事情 看开就好 人生苦短 悟性要好 人间再好 到时要跑 学博修行 知足最好 我看你们鼓掌的都是明白人 我看你们回家都不会烦恼了 每个人都会放下了 因为我们还有美好的明天 因为明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加的美好 所以不要执着今天 明天更好 台长 在这个节目当中 有个听众反馈 之前呢 颈椎上长了一个骨刺 头一动的就扎得很痛 去做过物理治疗啦 扎针啦 推拿啦 都没有效果 同学就念经 求菩萨保佑 有一天台长在梦里 法身去给他治病了 我给他加持了很久 他早上醒来之后 骨刺居然没有了 后来这个同修 帮父亲悲夜 浑身无力 又梦见菩萨给他 把脉看病 醒来后 人就精神了 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向师傅分享一下 我这个颈椎 以前长了一个骨刺 就是脱一动 就会杀得很痛 去做那个物理治疗 或者扎针 推拿 都是没有效果 他说就是退化里面 长骨刺了 很难治好 然后呢 我就是一直 就像师傅开始念 那个针对这个颈椎的 然后呢 就求菩萨 一直保佑 有天师傅 在梦中来给我治病了 师傅来帮我 头上大概都是 头上就像气体像 都是烟雾 我都是气体像 都给我夹子弄 吃了好久好久 然后呢 早上醒 好好了 眼睛睁开好了 这个骨刺就没有了 看上师傅 师傅帮助别人 都是不声不响 实际上法神就来救你们 很多人都是这样 第二天早上马上就好 是是是 师傅 真的真的很神神奇 所以我的颈椎 这个骨刺就好了 师傅 我还想分享一下 然后呢 有一段时间 我大概 我爸毕业了 我很累很累 就像到处找中医 也不知道哪个中医好 然后呢 我就去关心 看能不能帮我 支点一个中医 然后我就做梦了 早上做梦了 有一个岁数大一点 那女的很支强的 给我把梅 给我看病 把我什么病都给我讲出来了 然后开药单 他的药单就是我 什么时候就现实这个毛病 然后在现实中 哎呀我真的精神就好了 就是就是那个 今天四个屋里 那个包病就好了 现在就好了 就是在你在不断的修心啊 学佛过程当中 菩萨一直不停的在给你治病啊 加持啊 感受 谢谢 有一个谜语 叫天下什么东西最大 很多人绞尽脑子 想了很多 从天空啊 海洋啊 大象到恐龙啊 可惜什么都没有答对 后来看了谜底才知道答案 这个天下最大的东西 居然是你的眼皮 只要人闭上眼睛 眼皮垂下 就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天下眼皮最大 在一座寺庙里面 有很多乡客来上香 寺庙的主持呢 同样态度一礼相待 有一天 一个乡客匆匆的走进寺庙 指着主持叫骂 说你们的寺庙啊 菩萨不灵 他花了很多的乡主钱 我给菩萨上香 可是菩萨没有保佑我 一家平安 听着他那些不堪路 的这个谩骂 和尚和尚们非常的气愤 忍不住要把这个香客轰出庙门 就在和尚们准备动手 把香客轰出去的时候 助持阻止了他们 平心静气的听着香客 慢骂 双眼紧闭 双手和尸 口念 弥陀 面色如水 只等着香客骂累了 情绪平静 助持仍然没有半句责怪之言 香客见自己辱骂多时 助持没有一点怒意 觉得自己做得过分 非常的过意不去 师父 我太激动了 对不起啊 灰溜溜的离开了寺庙 当香客离开之后 和尚们都觉得 助持白被骂了一顿 非常冤枉 而且骂得那么难听 助持他居然也不生气 真的撑得住 助持微微一笑 淡然地答道 你们没有看到 香客骂我的时候 我一直闭着眼睛吗 因为我闭上眼睛啊 就看不到他生气愤怒的样子 虽然我耳朵能听到 可我心里在默念佛经 就把他的鲁骂给遮蔽了 你们要记住 人活在世界上 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你们如何处理这些事情 并不是距离力争 逞强斗狠就能解决的 孩子们 人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忍得住的 那就请你闭上眼睛吧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就是眼皮 只要眼皮盖住你的眼睛 你就看不到那些让你生气的事情 你心里就不会生气 不会委屈 就不会气愤 闭眼的时候 保持你心灵的宁静 不要让外界来干扰你 静心病气 慢慢你就会悟出很多道理 你就会等懂得 人为什么来到人间 其实这就是一种禅定 我们人就是什么事情都想听 都想看 动不动就看人家的表情 动不动就观察别人 有一个叫小李 咽喉不大舒服 医生让他去照了个X光 然后他拿着X光放射诗 写的诊断和片子去给医生看 这个医生看到他的X光的诊断报告之后 就开始摇头 表情特别凝重 嘴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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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这个小李的心啊 马上就抽了 用现在话讲 叫挖凉挖凉的 各种想法涌向心头 他非常颤抖的 问的医生 医生啊 我 我没救了吧 医生非常愤慨的说 你没病 就是现在年轻的医生 写的字 要靠猜 才能看得懂 闭上眼睛 不要去想 不要去怀疑 你自己心中自然放下 现在我们很多人上班 一到office 看老板的脸色 看所有的那种脸色 看看老板今天不开心了 对面那个 staff对你不好了 马上就紧张的来 觉得哎呦 我什么地方得罪他了 我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在背后讲我 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一问 人家家里刚吵过架来上班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家庭的破裂 就是每天怀疑对方 引起争吵 遇到委屈 难过烦恼 请你们坐下来 闭上眼睛 心中默念佛经 看不见听不到人间的烦恼 这就是佛法当中的 生生的禅定 有的人问师父说 师父啊 这个信仰是什么 为什么你整天叫大家信仰 学佛啊 学佛有用吗 台长告诉大家 我就问这个人 师父说了 你走过大桥吗 走过 大桥上有栏杆吗 有啊 那你过桥的时候 有没有扶着栏杆走啊 没有啊 那么栏杆对你来说就没有用了 那当然有用啊 没有栏杆的桥 掉下去怎么办 但是你没有扶他呀 怎么会掉下去 但是没有栏杆 我走路会害怕呀 师父告诉你们 人的信仰就像桥上的栏杆 你拥有了信仰的保证 你的生活才会更加的踏实 只有把菩萨 实实装在你的心中 你才能消灾解难啊 有位弟子问当年的佛陀 说佛陀啊 为何不给世界上所有的女子修花碧月的容颜呢 佛说那只是昙花一现 用来蒙蔽世俗的眼睛 没有什么美可以抵过一颗纯净慈爱的心 我把它赐给了每一个女子 可是有人却让她蒙上了灰尘 弟子问佛 那么佛陀世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遗憾呢 佛陀说这是一个娑婆世界 娑婆积遗憾 没有遗憾 给你再多的幸福 你也不会体会到快乐 弟子又问佛 那么佛陀如何让我们的心不再感到孤独呢 佛说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独而残缺的 多数是带着这种残缺度过她的一生 人们总是在与她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 不是疏惑错过 就是已经失去拥有她的能力 其实就是不懂得珍惜才会失去啊 这个弟子继续问佛 如果佛陀遇到了可爱的人 却又怕失去 不能放下 该怎么办 佛说 留人间多少爱 因佛事千重变 和有情人所缘相聚 别问是结是缘 弟子问佛 如何才能像佛您这一般的融制啊 佛说 佛是过来人 人是未来佛 我也曾和你们一样的天真 修人之佛 只是瞬间 有一个大爷 咳嗽得非常厉害 他去让大夫给他看看 这个大夫呢 非常的 这个不了解病人的情况 随随便便 他就看 一看 你咳嗽是吧 老大爷 你回去少抽点烟吧 结果这个农民大爷 一个多月又来找大夫了 咳嗽更厉害了 大夫就问 我让你少抽点烟 你抽多少啊 老大爷说 我一天不到半喝呀 大夫又问 那你以前抽多少啊 大爷说 我以前不会抽啊 大家没听懂啊 因为这个医生啊 一看见大爷咳嗽 他就是自以为 这个大爷是抽烟抽的 所以他就跟这个大爷说 你回去少抽点烟吧 那个大爷说 医生叫我要少抽点烟 他就回去抽烟了 所以沟通不到位 一切都白费啊 人就是自己想自己的 所以夫妻吵架 老婆觉得自己有理 老公觉得自己有理 孩子跟父母吵架 父母亲按他的理 来跟孩子讲理 孩子按到现代年轻人的理 来跟父母讲理 这个理到哪去了 所以没有道理 所以没有道理可以讲 除了沟通 多多的理解 自己不要想自己的 所以要多为别人考虑 换位思考 多想别人的痛苦 这个社会 才会误解少 理解多呀 在这个世界上 想不通的人就叫没智慧 你今天生气了 你就是愚痴 因为有智慧的人 他不会想不通 他总有办法 花是浇死的 鱼是撑死的 人那是气死的 经常自己早气的生的人 那称为小心眼 多数心胸自私狭隘 嫉妒 经常受别人气的人 那叫庸人 多数来自自私的心 经常自己生气 也常气别人的 叫俗人 俗称凡人 经常让别人生气 自己却不生气的人 叫聪明人 不管别人怎么气你 你也坦然处之 那叫高人 从今天起 我们不气别人 自己也不生气 那就叫学佛人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 就像开车在马路上一样 有时候这条路很直 你就直着走 看见这条路弯的 你就要弯着走 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 或者翻进了沟里 你就要反思 你自己驾驶操作 不当 我们人生也是这样 很多人总是抱怨 怎么太多的挫折 哎呀 这条路怎么走啊 所以人生对他来讲 就叫死路 那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 所以人间外在的客观条件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这个孩子是你生出来的 今天对你这个样 你没有办法把他变回去 你只有改变自己 好好教育 唯一能让师父能够改变的 就是改变自己 有两位盲人 因为意见分歧 谁都不愿意罢休 结果吵到后来 两位盲人打架了 边上有一位朋友 很有智慧的说 我一句话 可以让他们马上停止打架 边上那个人说 哦 你这么有智慧啊 他说我念心经 好啊 那你试试看呢 那两个人 打得很厉害 结果 这个佛友就在他两个盲人边上说 我赌一下呢 我说 那个拿刀的一定会赢 话刚讲完 两个盲人全跑了 听不懂啊 因为他们看不见 不知道谁是拿刀的 所以谁都害怕 谁都跑得快 所以人改变自己 就能改变社会 有些年轻人经常跟台长讲 哎呀我天性耿直 心直口快 不好改 台长告诉你 天性耿直 心直口快 都不是缺点 可能是修行 很好的基础 只是你与不同的人 通沟通的话 你需要注意你年轻人的态度和技巧啊 当你和老年人沟通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他的自尊 当你与男人沟通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他的面子 当你与女人沟通的时候 你不要忘了他的情绪 当你与你的上级沟通 老板沟通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他的尊严 当你与年轻人沟通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他的执着 当你与孩子沟通的时候 希望你不要忘记他的天真啊 很多人一辈子就是这个态度 所以第一个老公离婚了 我还是这样 我要找一个能够适合我的 你第二个还会离婚 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啊 所以不肯改变的人处处奔弊 就是这个单位不要你的 到了另外一个单位 你还是被人家Find 所以随顺因缘 因人而异 即可广结善缘啊 记住台长跟你们讲的话 权钱争到手了 幸福不见了 民生争到手了 快乐不见了 非分的东西争到手了 你心安就不见了 你们想一想 现在的人为了自己的年轻人 为了很多自己的利益 他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 我接下来就讲一个很巧妙的方法 让你们耳目一新 有一个男孩子长得并不很好看 但是他很喜欢这个女生 很久了 但是他一直没有勇气去追他 有一天 这个男生对这个女生说 我妈要过来住几天 你能冒充我的女朋友 就当给我帮个忙吧 谢谢你了 这个妹子犹豫了一会儿 好 答应了 约法三章啊 不能当成真的啊 好好好 我什么都答应你 后来几天里 这个男生带着他的老妈 和那个女生玩了好几天 这个老妈呢 对他 这个女孩子呢 是占不绝口 顺手成为自然 拥抱 在不谨慎的时候 他就对他说 哎呀 这个男孩子就对这个女孩子说了 你做我女朋友吧 我是认真的 结果他们两个人真的好起来了 等到最后送老妈的这一天 结果这个男孩 筛给了这个阿姨一千元 说阿姨 下次我再要用妈 我还借你 大家听懂了吗 连那个妈都是借来的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 绞尽脑汁 处心积虑 甚至你死我活 争到手的记住了 不是快乐 不是幸福 心不安啊 有时会有烦恼痛苦的 有时候我们拼命的要想去 得到一样东西 让自己身心疲惫之急 放下不好吗 看破一点不好吗 最要紧的要放一放 你会发现人的心会一下子改变 世界会变得很大 只要你不究竟的去追这个事情了 这个事情很快就变得黯淡 轻巧了 好最后呢 给大家说两个笑话 说两个笑话 台上每次法会最后 跟大家说两个笑话 这个小学开课了 小学开课了 这个孙子呢 有个小孙子呢 学英文才两天 爷爷呢 好奇的 打开了孙子的笔记本 看过之后啊 这个爷爷看着孙子记的笔记本 英文的笔记本啊 不仅这个毛骨悚然啊 笔记本竟然这样标记的英语的 这个读音 用中文标译的 是 大家打给他们看看 是 看见吗 是 耶死 也死了 也也死了 美好 叫nice 奶奶死了 第三 巴死 坐在巴死 巴死 他说爸爸死了 嘴巴呢 叫mouse mouse 妈死了 女孩呢 叫girl girl死了 新闻呢 叫news news了 去呢 叫ghost 叫狗又死了 鼠标呢 叫mouse 猫又死了 地球呢 叫 饿死 饿又饿死了 奶酪呢 叫cheese 又气死了 通过呢 叫pass 非常的pass 最后 计量呢 叫dose 都死了 这个爷爷看完呢 大吼一声 你这个小兔崽子 才学了两天的英文 我们家里竟没留一个活口啊 要听不了 掌声不够热烈 下面那个就不讲了 学佛人要开心 活在世界上 我们已经太多的担心烦恼了 要活得开心一点 学佛越学越开心 那就是对的 如果越学越烦恼 越学越痛苦 那你一定走到片道了 所以要开心 下面再告诉大家 也是非常好玩的一个笑话 说有一个老板说 谁要敢跳进鳄鱼的池里 并活着上岸 我奖励他一百万 如果死了 我奖励他五百万 结果边上没有一个人敢跳 突然 噗通一下 一个人跳入水中啊 只见他被鳄鱼追的 哎呀游得飞快啊 脸色苍白 拼命的游上了队 哎呀气喘吁吁的 接过了一百万 他怒气冲天的 说道 是谁把老子推下去的 这话还没讲完呢 他老婆在他背后笑着说 是我 怎么拿 所以后来就有一句话叫 每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优秀的女人 关键的时候 女人能推你一把呀 记住了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 比海洋还宽阔的是天空 比天空还要宽阔的 是我们人的气量 我们做人的气量有多大 人生的成就就有多大 所以不要再去报复 不要再去争 再去斗 所以学博人要首先要懂得 爱自己 爱家 爱社会 要爱自己的国家 爱国爱民 尊纪守法 成为一个学博人的榜样 成为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啊 人活一天就要做一天好人 学一天慈悲 就要用不争的心去生活 这就是我们人间 感谢观看